Demo也可以看一下 删除列 一删就把它删光光了 然後呢要快速怎樣 再加上那個列的話 再按一下就全部都有了 其實我是常用到 尤其像不只是删除列 有時候是删除重複資料的列 那又做法上類似 因為有的時候資料一堆 有時候資料裡面居然有重複的 他有時候可能是使用者不是刻意的 但是不小心就增加了幾筆 不應該增加一樣的資料怎麼辦 你可能要一個個慢慢比對的話 你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而且 其實也非常傷眼力 因為現在眼睛看久了 畫面看久了 其實也蠻傷眼睛的 所以其實VBO我覺得 一個好處 至少可以讓你的眼睛不需要一直盯著 盯著那個電腦螢幕看 那你需要的不是動手 而是動腦 OK 那怎麼樣去把這做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1個 如何快速的把這個列給删掉 那我這邊有個觀念 可能要讓各位 因為之前我們一定是從 For i 等於 1到19 可是問題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删除 只要是删除列 或者是删除儲存格 删除工作表 只要跟删除有關的 我都建議你從後面 删回去 就是說倒著删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 不一樣 你會發現 第一個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從上面删下來的話 本來你是删 2 4 6 8 10 就是雙數的 但是你會發現 如果你先删掉2的話 會怎麼樣呢 原來的4 它變成3了 那如果你在删掉3 原來的5 它又變成4了 所以變成怎麼樣呢 你删掉之後 你要重新算一下位置 如果你 變成你 要一直減1 删了之後又減1 那減 如果又多減少減又不行 又會删錯 不應該删的 但是 如果你今天 假如不是從 上面删下來 而是從18 删先38好了 删了18會怎麼樣 會不會改變 沒變嘛 16 6 不會變 對不對 所以 只要以後呢 在VBA裡面 只要想到删除 我都建議你 倒過來 即便是删除工作表也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工作表你删掉一個 它會往前嘛 但是如果你從後面删回來 它不會往前 所以你不用去 加1或減1的問題發生 這個也是我自己後來想到的 因為本來 我是也是從上面删 然後再加1減1 同學都搞不清楚 老師你為什麼又加1又減1的 後來我後來想到 那不如倒過來 發現 問題就這樣就解決了 OK 所以記得以後你要删的話 請你從最下面删回去 好那所以呢 For I 等於19 到 1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那什麼時候要删 我們可以判斷 如果說它的 裡面的資料是空的 那有四個 我就 判斷其中一個 假如A欄裡面的 比如說那個 I列的 A欄裡面的資料 是空的 等於空字串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把這一列給删掉 所以裡面會需要一個邏輯判斷 if Sales I 豆點裡面A欄 等於空字串的話 then 把那一列删掉 列的話你要需要 記得一個 物件名稱 叫做 Rose 加S 因為很多列 所以要加S 那我們來看一下 撰寫的方法 1 For I 等於 19到1 特別注意 後面會多一個 Step 負1 因為如果你正向的 Step 不用寫 預設就是Step 但是你 顛倒過來的話 請注意 它的階層 一定要加上負1 這個是固定的 OK 顛倒的 如果你要 135 246的話 你就負2 也沒關係 如果正向的話 也是加個1 或加個 預設是1 但是如果你要 單數 雙數的話 那你可以Step 2 或者Step 3都可以 OK 好 那 if 就是倒過來 它的那個 A欄裡面的資料 是空的 這個應該 不陌生了 刪除的話 特別重要是 Rose 因為 我找到的這一列是18 所以它是18列 所以放過來是18 18列刪除的話 那後面很好記 就是 點 Delete就可以了 OK 你就自己這樣 掛呼 點 Delete 這個Delete 其實 好像有講過吧 如果你 不太記得怎麼拼 你就記得 鍵盤上會有這個按鍵 Delete 你就打一個Delete就可以了 好 那就把這個列給刪掉 所以我們是判斷什麼 如果它裡面是空白的 那就刪 OK 我們來試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這樣一刪 全部都刪光光了 好 不過上次是講完之後 同學說 老師 可是我的工作上 除了刪之外 還要在 也有可能會有 插入空白列 當然我想 每個人的工作需求都不一樣 也許你需要 別人不一定需要 可是哪一天你難保 你可能會遇到 同樣的狀況 那你要怎麼樣把它加進去 這個我就想了一下 其實3是叫做Delete 那 新增的話 叫Insert Insert 插入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我們要什麼時候去Insert呢 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直接就是從 也是一樣 我們迴圈的範圍 增加 那我是倒過來增加 所以For I 等於第10到第2 因為這個地方的話 我第1不用Insert 為什麼我Insert 就是Insert到它上面 所以如果說我連1也Insert的話 會多 最上面一個空白列 就不對了 所以特別注意是 第10列 再到第2列就可以了 第1列不用了 因為第1列上面 再多一個 然後也是一樣 Step-1 因為倒過來 然後不需要判斷 因為我這個時候呢 是全部都需要Insert 所以不需要邏輯判斷 然後呢 我就是 Row 這個地方 給它一個I 然後後面加上一個Insert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執行 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動態的去 你要刪 也可以刪 你要新增 也可以新增 這樣彈性就很大了 甚至你要Insert幾個 或者Delete幾個 我想這個地方 就會非常容易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最重要其實就是 這個叫Row實物件 對 那你要Row哪一列 你後面給它一個列號 那這個列號 因為我們是 一個變數 那將來如果你要刪哪一列 你可以給一個數字 就可以了 Delete 那因色的話呢 哪一 哪一列 你要Insert 特別是說它Insert的話 是Insert到它的上面 所以基本上 因為我們Insert到 上面的話 那 這個地方會多一列 這個地方會多列 最上面這個地方不用Insert 為什麼 因為Insert的話 上面會多一個空白列 你還要再刪麻煩 乾脆就少一個 OK 所以這部分 提供給各位參考 如何 快速刪除空白列 跟如何 增加空白列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另外的話 各位可以找一下 就是你的資料 我常常遇到 就是說那個 大量的資料裡面 有重複的資料的時候 而且是重複好幾筆 那如果說有重複資料 假如你遇到重複資料 要刪除的話 那要怎麼刪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將來你們可以找一下 有重複資料的 就是也是倒過來刪 那怎麼判斷 就是如果你現在這一列 跟上面那一列的資料 是一模一樣的話 那基本上 要不就把上面那一列刪掉 要不就把下面那一列刪掉 我想這個部分 將來如果遇到有 類似的範例題 各位可以試試看 好像在我雲丹白板上面 有一個範例吧 就是這樣怎麼 學習簽到的步 因為有的時候 因為我有些課 我就給學生自己簽到 但是有些學生比較賊 他明明只來一次 他就一直簽到 重複簽好幾次 那當然這樣就不公平了 所以我必須怎麼樣 把他重複簽到的部分 假如說他一次簽好幾個 那我怎麼樣 把他快速的 就刪掉 那當然就可以利用 類似的原理原則 我可以試試看 好